中環晚上有催淚彈懷疑打中一架消防車 消防員下車和警員理論相方推送 銅鑼灣亦有義務急救員懷疑被催淚彈定中 被捕捉銷箱 柳浩亭 晚上7時半 一架消防車在江洛道中懷疑被催淚彈射中 消防員下車和防暴警察理論 相方推撞 警員把消防員推到一邊 又推開記者 記者後退 警員私放胡椒噴霧 警員轉身離開時 然後繼續跟記者對罵 在銅鑼灣軒尼斯道 防暴警察頭摘吹淚彈驅散人群 一個既在電車站的義務急救員突然倒地 他當時沒有防毒面具 由其他急救員扶到行人路 他的頸和背部皮膚燒焦 被送往律敦寺醫院 有線電視記者留停不到 中文標的警察 我們會召開大小的警察 我會召開我 前面停不去 我會召開我 然後咬家 你還將車人 你撞開我 你撞開我 你撞開你的 我撞開我 你撞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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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撞開我 坐開我 你撞開你 一個是我們啤梨晚報的阿權 剛才看到胡椒噴霧對著他噴那個 一個是被人說黑棋那個就是台灣的中士 因為當時中華不是很多人 於是就拍到這條片 這條片我都說少少東西 初初阿權就拍到這條片 然後敏仔就改標題 敏仔就改標題就是防暴毆打消防聯 後來韓哥利亞看到標題就不是太好 因為我們要把事實說出來 我們看到推撞 推撞和你毆打是兩回事 即是我們就算做記者 不要忘記記者身份是報道事實 即是縱使你會有你自己政治立場 於是後來我們都馬上改回這個推撞 那一刻就發生了什麼事 在中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 在這個環球外面 又是射了一些超雷彈 你只需要射一張亂射 不是怎麼瞄準 否則之前不會射入藥房 那些記者都中了 一個催淚彈 就射到消防車擋風玻璃 阿權就說看到擋風玻璃 整體是裂了 然後那位消防 他司機 消防哥哥就出來 當然就吵詭了 那一開始的防暴一兩個都嚇氣一點點 後來有一個就說 喂 你說什麼粗口啊 你說什麼粗口啊 然後當然消防又繼續興 消防又繼續吵詭了 然後就被他們推到一邊 那些記者想繼續拍就出現正確的情況了 推記者胡椒噴霧噴記者 然後就說記者黑記 於是之後的場面都拍不到 OK 那有沒有打到 真的不知道 推撞肯定有 推撞肯定有 是